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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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愛情團隊的信瑜 那我當然不是在賣古措的 那當然大家也會覺得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因為看到的是古措文化 那這裡看到的是關於我們創業 其實在這一開始我們先來一個有獎針導好了 大家知道手上還有手機呢 那能不能掃描這家QR Code一下 我們看先掃描的前三年 我們再送一個紅包 好嗎 好 趕快喔 因為掃完之後呢 就可以知道我們這個團隊 目前是在做什麼 那我待會兒會告訴你們 我們做的這個東西跟主措有什麼關係 會做一個觀念 OK好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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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是誰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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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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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要告诉大家 刚扫描就给看到 我们是一个爱型的一个卖泡泡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这个网站最主要希望最后一个目标是做什么呢 我们希望让所有没有实体店面的商品透过我们的爱型平台 然后让在台湾各地都有一个专属舞台 比方说什么呢 像在N9平台有很多设计师创作的作品 我们希望让他们在各地有一个实体的边面可以伴奏他们的东西 做一些虚实整合动作 未来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方式 创造一个虚实整合的设计通路 我们希望让这个通路上每一个商品都可以拔光拔乐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 跟我们刚才的这个爱型网站 跟这个阻挫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待会继续地跟你们述说 因为我们觉得创业跟下棋一样 每一步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会很谨慎地走每一步 我们要思考好 我们下一步要走什么 那未来可以怎么走 才可以走到我们真正的目标 所以我们怎么做 后来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要学刘备 大家要知道刘备吗 就是那个三分天下的那个刘备 刘备他也是一见莽夫 从零到有的建立了他国家 那他怎么做呢 他先投靠取得资源 然后建地盘 然后创造他们的一个正式系统 最后再跟真权结盟 分天下 那我觉得说他的这个投靠建地盘分天下 这三个阶段的一个方式 是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去学习效法的 因为藉由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一步一步稳大稳大地找到我们的方向跟目标 然后实现我们的理想 那我们怎么样用这三个步骤去实现我们的这个规划呢 首先在投靠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带领包包 成员包包界的一个网路品牌 大家应该有听过Naktif 周金卓伊 阿神 改缅这些品牌吧 其实他们都是靠网路起家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也藉由这样的方式 先由网路开始 先踏出我们第一步 因为我们的资金有限 我们希望就这样子慢慢的累积我们的资金 那我们如何做出我们的差异化呢 首先我们定位我们的包包是 希望是品质严选 加上优质服务 然后就有这样方式给使用者真正时尚的一个包包 所谓的真正时尚的历史 就是真我们希望我们卖的包包绝对就是真的 不是防茂品 正的话我们希望是一样跟所有的网路店家一样 我们提供七天的售后保证 那时尚的话我们每周都会设计新品 那我们怎样的了解我们设计的东西是新的呢 来 现在又是一个有奖真大活动了 大家再串一下这个QR Code 看到可以看到什么包包 然后前三名我们一来也算三个包包 我们应该包包还扣吧 不过的话可能就是请杨欣正人借我一点钱 好 OK OK 有没有扫描到 有没有把上面扫描到的包包名字听给我们听 好 这个包包其实我今天讲答案好了 是来自新兴的你的包包 好 如果最近大家有注意新闻的话 应该有看过 因为这个最近很热门的 还距离来自新兴的你 那我们这边有提供同款式的包包 那我们希望说每周都会有新品 然后让使用者觉得我们自己设计的包包 都是符合潮流的 那最后呢我们大概在卖手后的包包 我们希望我们卖的包包 跟路边摊不一样 跟那个防茂品不一样 那怎么样的做出不一样呢 我们确保我们品质严选 我们在我们的厂商合作部分 我们希望要透过这四个检验 就是在皮的部分 听过防水测试 耐活测试 韧性测试 跟厚度测试 因为每个皮包最重要的点 就是在于皮的好坏 那借完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的皮 皮格的好坏 那下对着就可以迪安娜佑了 所以说我们希望借完这样方式 先确认我们第一步 运气还算不错啊 我们大概盈遇了大概三个月 现在是小有业绩 而且是已经是算有小段了 那为什么我想要网路创业的原因呢 当然是因为我前老板是杨先生 他叫我说 创业就是要勇敢踏出来 然后努力去做做看 所以说我在那边学习的时候 所以我就努力的去做创业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发现在网路上 商店的部分 最常放售的部分 是食品特展跟服饰 那因为食品的部分 我们没有这个食安的经验 我们怕我们卖出去的东西 让人家吃坏肚子 拿肚子的话 诶 糟糕 我们就要倒闭了 这样子太危险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从服饰跟配件的部分 比较安全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自证会2013年 台湾P2C 网路商店的调查报告中有写 其实在前两名的部分 是食品特展跟服饰及配件 他们大概就占了40%左右了 那网路商店的获利情况呢 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到2012年 2010年是44.9% 2011年是48.3% 2012年是45.7% 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就是网路专业至少用五成的机会 可以不亏钱 所以说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 那当然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 不过你要有机会成功嘛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网路商店来做了 好 讲到现在大家还是会觉得 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组织人的疑惑一样 我组错到底要干嘛 组错过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要讲我们重点了 诶 怎么还在这里 其实就像刘备的第二步骤 当我有一定的资源之后 我才有办法去建地盘 那我现在就想要到建地盘的这个地步 我们希望借好一个组错活化来建立一个虚实整合的一个实验中心 那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新闻 就是最近东区的房价是怎样 就是像东区着衣在东区的一个店面 大概30坪左右 你们知道月租大概多少吗 180万 那为什么在东区的顶瓜瓜会找呢 因为所有东区第一条马路的租金 全部都超过150万左右 那个最多租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件事 所以呢 我们知道东求西求 找一些有地的一些朋友们 可以协助我们 那运气很好的 我们找到我们团队中有一个朋友燕林 他在淡水有一个主错 那个主错其实 是因为他祖母常年居住在那里的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然后他的妈妈 他奶奶就被迫离开那边 去别的地方 可以看到 这主错全部都可以看到都没有屋顶了 是蛮没有办法居住的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了大概十几年了 那我们希望说 这样一个地方 如果藉由我们另外一个创业团队的朋友 会起他的设计能力 把他穿造一个有特色 而不把他全部破坏的话 他会是一个在淡水一个新兴的一个据点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样方式 首先我们没有租金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中房的费用 我们需要在这个 大概约一百平的空地 去做一些中房的一个 的一个 资金的这个筹划 所以我们要募资两百万 这个是目前 所有团队有募资最多的 当然会觉得说 这个很困难 但是我想说 就是困难才要做做看嘛 会做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 对不对 那 我们会怎么去规划这一块呢 我们会希望说这一块空间 除了可以展示一些设计师的作品 我们的一些爆发之外 还可以提供一些座谈的空间 以及设计师可以创作的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 那这三块地方 我们希望让很多喜欢设计的朋友 在这里可以互相讨论 成为一个聚集地 像N9平台 他们就有很多设计师 未来他们就是我们合作的会社 我们希望 未来这块空间 如果把它做起来之后 可以跟他们有一个聚会的场所 当作一个创业的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 创业的一个中心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一块呢 首先 既然你要想 要想趋值整合 所以我们在商店部分 我们先以我们包包为主 我们希望在网路上买的包包 在实体店面 我们可以提供包包保养 预约看包服务 也就是说 在网路上 我们可以去预约 我们的包包 想要看的两些 我们可以先准备好 那当然如果 买了我们包包的人 他可以来这里 去做一些包包保养 那另外两块就是所谓的设计交流 以及创作中心 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方式 给每一个买我们包包的人 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服务 也就是说 我不只是买一个包包之后 我再也不管你了 七天之后就是你家的事 我们希望是说 买了我们包包之后 你可以定期或者偶尔 来带水玩的时候 随便来这里做一做 做一做 然后来看看别人的设计的作品 藉由这样的方式 提升服务的一个品质 当然除了商店之外 我们希望在商品的部分 也希望有一个虚实整合部分 我们所有商品 都结合QR Code 让所有的资讯是活化的 也就是说 一般在 这商店看到的包包 大部分就是有标价 挺多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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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可以提供每一个包包的分析资料 也就是说 当你喜欢这包包 你可以先用QR Code 扫描 可以看看说 之前买过这些包包的人 看看是什么年龄 什么职业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星座 那相对的话 就可以给自己的参考 那当然 如果你觉得 有很多包包 你都很喜欢 那你不知道怎么选择之后 那怎么办 你可以扫描多个QR Code 那我们直接就呈现你 多个包包的一个 比较分析表 相对的 那你可以 藉由这个分析表的部分 找到你喜欢的包包 那当然 我们还提供一些 model的参考 比如说 呃 带这个包包 你可以怎么搭配 可以更有型 因为我们的 这个Slogan 其实就是 阿信 买包包 爱有型 我们希望你的 是提供一个 平夹 又使用的一个包包 那如果在第二步 真的 能有机会 实现的话 那我们 接下来就是 所谓的 和劉沛的 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要分解一下 我们希望 藉由我们 前两步的成功模式 去找到更多 脂肪道合的朋友 他们愿意 去为 设计 文创 尽一点 努力 他们如果有低的部分 就捐低 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 如果就是说 喜欢 喜欢设计的人 然后希望开店的人 他们可以去开店 那 我们在 实体的部分 用夹谋方式来成功 那 虚拟的通路的部分 我们希望结合 有关于电脑的 网路控制平台 或者像 Android的这种平台 或者是 手机 平板 跟电视 藉由这样子 全方位的 3C的部分 建立虚拟的通路 再结合刚才的实体通路 这样子来做一个虚拟整合 创造出我们一个 文创的一个狂路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个 三分天下的一个局面 那 大家 听完我们的故事 会觉得说 欸 我们 说穿了 就像是想要卖个包包 开一家店 没错 其实我们跟 王品 Native不一样 他们也就只是卖牛肉 卖衣服而已 对不对 可是他们提供什么呢 提供了一些 与众不同的服务 在于 当卖 卖牛肉之后 提供一些 用餐的服务 跟 环境的氛围 那我们希望 我们也可以 藉由不同的服务 去创造出使用者消费之后的一个体验 好 我相信 刚才来的这些 都是我创业的东西 跟大家都没有关系 那跟大家有关系是什么 就是说 你们可以用 呃 一千块 两千块 三千块 买到价值超过一千块 两千块 三千块 的包包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现在 有需要新的包包 或者想要试用我们的包包 可以来 这个 两台电脑前面 去 试试一下 我们会 遇到 男生跟女生去 如果是男生的话 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也有男生的包包 女生的话 当然更多了 虽然这里 呃 男生的比较多 不过我们会努力的 多 呃 寻找一些更好的男生的包包 那当然 大家就是有 有空的话就到 阿信.com.w 看看我们的包包 谢谢 女生的掌声 谢谢 幸运 对 谢谢大家